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贵妹 胡雨薇及小薰现场体验后 纷纷表示震撼 没有到场的证人说则是靠住直播同在 在国外长大的胡雨薇感性说 看到那些鞭炮炸在肉身上 心头揪了一下 现场真的很震撼 没有亲眼目睹根本无法感受 证人说在台东出生 断断续续也住了五年 即将被炸的他表示 第一次要上阵被炸 我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导演黄昭亮则保证的说 所有的安全措施 我们都演练非常多次了 就连眼丢鞭炮的演员 我们都算过丢的距离欲方式 绝对是很安全的 杨贵妹体验过后的流泪表示 我看到那些鞭炮丢在肉身时 我想如果我是妈妈 真的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小时也复合的说 当我看完肉身绕第一圈后 就不敢再看第二圈了 想象如果站在上面的是我的家人朋友 甚至是我的挚爱时 真的会无心不忍 而且那种痛是无法体会跟眼语的 寒丹预计 2019年春节上映 寒丹举办开竞仪式 奥马优势提供 杨贵妹 左看的炸寒丹后忍不住流泪 奥马优势提供 杨贵妹 左击正人硕和做电影喊单 奥马优势提供